台股拉高小心接刀子 主力大户边拉边到货玩 很可能继续杀盘喔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我是婉伦 欢迎威尔 哈喽婉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节目首先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老师我们接下来台股要怎么看呢 现在看起来是台股正在被主力拉高要出货 是不是现在进场就等于接刀子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目前 最近前面几天就有反弹 然后很多市场上面这些 投资观众朋友就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进场去卖股票 但是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 其实可以看到说前面几天是一个 就是一个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不断这样反复去震荡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观察到 其实很有可能就目前是一个主力 在一边拉抬然后一边到货的状况 那其实后续很有可能就会很快 今天晚上的美股到明天晚上的美股 就很有可能会再跌下来 那目前进场追高的话都是特别危险 要小心不要接刀 那大家可以看说我们目前持股呢 都是还是就是做空的部分 我们也没有去回补 可以看到老师其实是放空IC设计居多 对因为其实就是在做空的这个下跌波段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做IC设计 它这个就是股价比较活泼的 那它这个下跌的这个获利空间会比较有肉一些 对那这边主要是给大家看说我们目前其实还是没有做多嘛 还是在做空而且是空单续报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很多的这些做空的持股呢 其实今天呢也是持续在下跌 就是今天的这个大盘开高 然后又持续去走落到平板附近 但是呢其实上市贵其实一半的股票都已经转油红翻黑 然后持续下跌 像稳帽昨天大涨到涨停间又是一个重挫 金红和杰科这些都是重挫 所以呢我们昨天就提醒大家说 就是我们在及时通的提醒其实老师有说中 对如果说做空被尬的话 其实不要太担心 因为如果说要回补 其实应该上礼拜五礼拜一就回补 那如果说到昨天前面两天都还没回补的话 其实就也不急了 因为很有可能就马上就再跌回来 那我们前面讲说这个大空头 目前是毫无实质力多这个翻弹的 那任何反弹都是一个空点 那大空头目前前面几天无稽之谈呢 就处于一个昙花一现 那还会再跌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上的一个 就是最重点的讯息 昨天这个美股其实盘中的时候 一度大跌到2% 那主要就是因为 昨天这个小飞浓数据呢 公布就是反映说 这个就业还是蛮强的 并不像礼拜一礼拜二 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那么弱 所以呢导致说 大家认为联准会去转割的这个预期 就是被泼冷水了 那所以盘中一度大跌 那像昨天这个旧金山的这个联准会官员呢 其实也去泼冷水 讲说联准会呢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要去转割派的这个意思 他们还是移植都非常的鹰派 就是认为说要长久积极的去升息 而且把利率维持高水准到一段时间 那其实我们看到从纽约 就是东岸到西岸 就是全美的联准会官员 目前都是表示 一路不回头的这个鹰派的策略 那很有可能其实前面几天的反弹 就只是市场上面的一个 一厢情愿的一个幻想 所以华尔杰这边也提到说 对于联准会 鹰派去转割派的这个想法呢 其实真的是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 那并不会去终结熊市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昨天OPEC去减产200万桶这个日产油呢 其实也目前也引发了这个石油 全面性的一个反弹 那后续会不会石油再持续上升到91百 然后持续去给这个通膨 增加压力的话 然后持续关注 那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去关注说 这个美国上周失业金的这个数据 会不会持续 如大家原本做多的朋友想说 经济真的不好 还是说其实经济还是很强 对不对 那其实还是之前提到说 经济不管 其实现在是有没有衰退 有没有走 大家其实应该要把经济衰退 跟通膨切开两个看 因为我们前面就提到说 停滞性通膨 现在很有可能的停滞性通膨 会在经济一边衰退的同时 通膨还是会不断的上升 那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说 目前的这个恶物战争 中美争端等等 导致说全球不管是供应链 原物料能源等等价格 不断上涨的这些状况 都会让通膨持续不断的一个 一个恶化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台股 这个日K线 其实目前前面几天反弹 我们认为后期很有可能会下杀 那即使 即使他真的要反弹 他也应该还是要会先跌 会13250 去做了第二只脚 比较稳 比较有稳定的这个向上推动力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再去反弹 不过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小的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说这个废半指数 其实他昨天比较异常的 就是在其他三大指数 都是小幅收低的时候 他还有上涨一个percent 那目前他也是收低 在我们所画这个下降的趋势 轨道之下 那他是不是很有可能 接晚上就会去 再去做一个明显的拉回 那重点 只是在于说 他能不能在接下来 前面这个2300附近也没有撑 那如果说没有撑的话 直接灌下去的可能 其实我们认为是比较大的 那以纳斯达克指数目前也是这样子 就是小谈了两三天 那其实以8月 8月下半到9月上半 其实我们看到他 都有发生过几次说是 谈了一两天两三天 然后后续持续大幅下杀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说 不要过度乐观 在这个时候进场去做多买股票 其实非常危险的 那反倒是做空的一些 这个投资交易朋友 可以持续去 拟定你们的投资交易策略 那任何的就是想法 意见与好奇问题 都不要忘记叫我们like跟telegram 然后也不要忘记 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帮我们按一下赞 好谢谢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老师的like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